大家好,我今天会教大家计算一条包含乘法的方程 题目是3a等于27 我们会见到左边是3a,即是3个a 但我们最希望最后得到的是1个a等于多少 所以我们需要消除了3去 你见到3a,即是3乘2a,所以我们就会利用到除法 3a除以3,左手边除以3的同时 右手边都一样需要除以3,写得等式成立 3和3弱简 27和3弱简,9,3,27 所以我们计算到左手边剩下a等于右手边的1分之9,即是9 我们可以用研算的方法 如果我们计算到a等于9的话 左手边3a,即是3乘2,9等于27 同样是等于右手边的 资深夜 5,07,12,什么 6,现在员4,6、上 nossas23